导度,神经系统是人体内起主导作用的功能调节系统,而人体的结构与功能均极为复杂,体内的器官,系统的功能,和各种生理过程,都不是各自孤立的进行,而是在神经系统的直接或间接调节控制下,互相联系,相互影响,密切配合,使人体成为一个完整统一的有机体,实现和维持正常的生命活动。 同时,人体又是生活在经常变化的环境中,神经系统能感受到外部环境的变化对体内各种功能,不断进行迅速而完善的调整,使人体适应体内外环境的变化。 可见,神经系统在人体生命活动中,起着主导的调节作用,人类的神经系统高度发展,特别是大脑P层不仅进化成为,调节控制人体活动的最高中枢,而且进化成为能进行思维活动的器官。 因此,人类不但能适应环境,还能认识和改造世界。 神经系统由中枢部分及其外周部分所组成。 中枢部分包括脑和脊髓,分别位于颅腔和椎管内,两者在结构和功能上紧密联系,组成中枢神经系统。 神经系统是由脑、脊髓、脑神经、济神经和植物性神经,以及各种神经结组成,能协调体内各器官、各系统的活动,只制成完整的一体,并与外界环境发生相互作用。 脑、脑部、脑盖、脑式系统、大脑工学动脉3D扫描克拉成像,此共振成像人脑模型对比,人脑区域图、神经分布图、小脑皮质结构,小脑、脑导、基底盒、海马和穷龙,各种扑面图,12对卢神经各自对应的脑区,几种常见至此型脑病的克拉表现。 脑损伤,不同部位脑病的瞳孔变化,常见的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的药品,各种不领内出血,几种类型脑出血的克拉表现,急性不领高压锁制脑扇的分形。 练神经,一巴掌就能记住,脑挤液循环,神经病变是瞳孔对光的反射,动眼神经,划车神经和外带神经碎伤的鉴别,头痛困扰。 你属于哪一种,脊柱、外周部分包括12对脑神经和31对脊神经,它们组成外周神经系统,外周神经分布于全身,把脑和脊髓与全身其他器官联系起来,使中枢神经系统既能感受内外环境的变化,通过传入神经传输感觉信息,又能调节体内各种功能,通过传出神经传达调节指令, 以保证人体的完整统一,及其对环境的适应,神经系统的基本结构和功能单位是神经元神经细胞,而神经元的活动和信息在神经系统中的传输,则表现为一定的生物点变化及其传播,例如,外周神经中的传入神经纤维,把感觉信息传入中枢,传出神经纤维把中枢发出的指令信息传给效应器, 都是以神经冲动的形式传送的,而神经冲动就是一种成为动作定位的生物点变化,是神经兴奋的标志,体神经,感觉神经的阶段性分布,腰穿的局部解剖,左右脑损伤特点比较,腰椎神经对应的体表感觉区域,万管综合征上,宇宙管综合征下的麻木,疼痛区域, 三种手部神经所上的特征性表现,手的神经支配,神经元神经细胞,神经元Nuron是一种高度特化的细胞,是神经系统的基本结构和功能单位,它具有感受刺激和传导性分的功能, 神经元由细胞体和凸体两部分构成,胞体的中央有细胞核,核的周围为细胞质,胞质类除有一般细胞所具有的细胞器无线粒体,耐质网等外,还含有特有的神经元纤维基尼式体,神经元的凸体根据形状和机能,有分为数突Android和周突XO,数突脚的单分质脚多,它接受冲动,并将冲动传至细胞体, 各类神经元阻突的数目多少不等,形态各异,每个神经元只发出一条轴突,长短不一,胞体发生出的冲动则也轴突传出,根据突起的数目,可将神经元从形态上分为甲丹级神经元,掌级神经元和多级神经元三大类,一,甲丹级神经元,胞体在脑神经节或计神经节内,由胞体发出一个突起,不愿处分两支, 一支支皮肤,运动系统或内脏等处的感受器,称周围突,另一支进入脑或脊髓,称中疏突 二,双级神经元,有胞体的两端,各发出一个突起,其中一个为束突,另一个为轴突 三,多级神经元,有多个束突和一个皱突,胞体主要存在于脑和脊髓内,部分存在于内脏神经节,根据神经元的功能,可分为感觉神经元,运动神经元和联络神经元 感觉神经元,又称传入神经元,一般位于外周的感觉神经节内,为甲单体或双级神经元,感觉神经元的周围突进受内外界环境的各种刺激 经包体和中疏突将冲动传至中疏,运动神经元,又名传出神经元,一般位于脑,脊髓的运动核内或周围的植物神经节内,为多及神经元,它将冲动从中疏传至肌肉或线体等效应器,联络神经元又称中间神经元,是位于感觉和运动神经元之间的神经元,且联络,整合等作用,为多及神经元 神经纤维,神经元较长的凸起主要由轴突及套在外面的梢状结构,称神经纤维的fibers在中疏神经系统内的梢状结构由少突胶质细胞构成 在周围神经系统的梢状结构则是由神经膜细胞,也称视外细胞,构成 神经纤维末端的细小分支叫神经膜梢 初起,神经元间联系方式是互相接触,而不是细胞质的互相沟通 该接触部位的结构特化称为突出sirx 通常是一个神经元的轴突与另一个神经元的竖突,或包体解突出发生技能上的联系 神经冲动由一个神经元通过突出传递到另一个神经元,长而分支少的是轴突 断而成树质状分支的是树突,神经胶质 神经胶质的Roglade数目是神经元时,物时背,突七无树突,轴突之分,包体较小 包家中无神经元纤维和民尸体,不具有传导冲动的功能 神经胶质对神经元起着支持、绝缘、营养和保护等作用,并参与构成血脑屏障 神经冲动,神经冲动就是动作电位,在静系状态下,即没有神经冲动传播的时候,神经纤维膜内的电位低于膜外的电位,即静系电膜位是膜外为正电位,膜内为负电位,也就是说,膜属于极化状态有极性的状态,在膜上梦处其余刺激后,该处极化状态被破坏,叫做去极化,在极短时间内,膜内电位会高于 膜外电位,即膜内为正电位,膜外为负电位,形成反极化状态,接着,在短时间内,神经纤维膜又恢复到原来的外正内副状态,极化状态,去极化,反极化和副极化的过程,也就是动作电位,副电位的形成和恢复的过程,全部过程只是数毫秒的时间,神经细胞膜上出现极化状态,由于神经细胞膜内外, 各种电解质离子浓度不同,膜外纳离子浓度高,膜内甲离子浓度高,而神经细胞膜对不同离子的通透性各不相同,神经细胞膜在静系时对甲离子的通透性大,对纳离子的通透性小,膜内的甲离子扩散到膜外,而膜内的副离子却不能扩散出去,膜外的纳离子也不能扩散进来, 因而出现极化状态,动作并未的产生,在神经纤维膜上有两种离子通道,一种是纳离子通道,一种是甲离子通道,当神经某处受到刺激时,会使纳通道开放, 于是膜外的纳离子,在短期内大量涌入膜内,造成了内阵外附的反极化现象,但在很短的时期内纳通道又重新关闭,甲通道随即开放,甲离子又很快涌出膜外,使得膜点外又恢复到原来外阵内附的状态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帮我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